第七感 十二小時內 不能把黃金證拔出來的話 沙跡就會沒命 要爭取時間 無論如何也要救小姐 一定要特可十二個功 赴湯道火 也要救小姐 你們看看 那裡就是第一宮白羊宮 等了你很久了 聖志 穆先生 為甚麼你會在這裡 原來穆先生 你就是把守白羊宮的黃金戰士 你們身上的聖衣損壞程度 已經非常嚴重 聖衣原本具有自己療傷的功能 就好像人體 受了輕傷 就算不理他 也會自己康復 只不過 你等一下 我想知道 你到底想怎樣 我們在現在 根本沒有時間 聽你解釋聖衣 遲些就救不了沙跡 假如你們的聖衣 再受到衝擊 我肯定一定會粉碎 而且難道你們不記得 你們接下來要面對的敵人是黃金戰士嗎 黃金戰士實力之高 是超乎你們的想像的 你們不可以用一般的常識 去衡量黃金戰士的戰鬥力 你還不快點求一下穆先生 等他給你們修補一些聖衣 我明白了 你說得相當之對 如果我們這樣去 只會送羊入虎口 聖衣就拜託你 聖子 你看 那座火鐘真是巨型 對了 剛才道明所說的那座火鐘 一定是這個 那座鐘座得這麼高 無論在哪兒都可以看到它 每一格代表一個鐘頭 如果我們不盡量爭取時間的話 就趕不及救回沙跡小姐了 糟了 對不起 白羊宮的火關了 即是已經過了一個鐘 再這樣的話 收你好了 好 簡直是脫胎換骨 四件聖衣好像有生命一樣 完全不同聲音 這件聖衣 簡直是充滿了門 給她生命力這樣 好像連聖衣的呼吸聲 都可以聽到 那真是萬事俱備了 穆先生 多謝你 沒時間的了 快點去吧 不過你們要記住 黃金戰士擁有的戰鬥能力 是超乎普通常識的 你們要有心理準備 只不過你們也不用因為這樣而恐懼 聖鬥時的幽劣 並不是取決於在他們身上所穿的誠意 而是小宇宙 相信你們應該明白 能夠充分發揮到小宇宙 就是最後勝利者 為什麼黃金戰士會這麼厲害呢 原因 是他們充分發揮了小宇宙的神髓 小宇宙的神髓 我想你們一直以來都一定會以為 小宇宙是由心靈或者精神力量 甚至個人的氣量產生出來的 我想是沒錯 不過完美的小宇宙是來自第七感的 小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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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宇宙